就讓你們開發能夠賺得到大錢 能夠有更好的一個收益 我們的鏡頭 大的讚 國產農糧嘉年華最讚了 針對包含鳳梨世家 鳳梨 還有我們幾個國產重要的一個國品 把它加工加值之後 推廣給我們的消費者 當然最重要的 我們還是希望去固定 我們的農產品的這一個產銷 甚至提升農民的收益 透過這樣的一個產業加持鏈的工作 包含了前端的原料生產 中間的加工的製造 以及後端的行銷 所以這次也把我們將近十六個業者 還有一百七十幾項的創新加工的產品 也透過後端的行銷 結合我們新東洋國會有些本市的通路 也在這個通路來跟消費者來見面 所以我們也透過這樣的一個機會 讓消費者能夠直接就接觸到透過試吃 透過這樣的一個推廣 讓消費者能夠品嘗到國產 這個水果還有以及相關加工產品的一個美味 我這次來推廣我們台灣的一個小龍冰品 就是柚子雪糕 因為柚子在我們台灣大部分都會很過剩 所以說我把柚子拿出來跟那個煉乳雪糕 這次我是用那個台龍煉乳雪糕的 雪糕的煉乳來做雪糕 跟那個我們柚子來結合 做一次做一個複合口味的雪糕 希望說我們台灣能夠對我們支持我們小龍 還有各通路來支持我們小龍的真正的一些小龍冰品 還有一些小龍的水果來消化我們小龍水果 這樣子的話是我最大的目的 再次再次回廣告 whoa 啊